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感觉很高兴 72小时核酸 还有身份证 还有评估 经评估后可离开 心情刚才说了都还比较平静 这个条件应该是我们全城都是在低风险区域 就没有动过 实际上就是在酒店没有动过 另外呢 每天核酸也都是正常是安室安点去做 能保证每天都有核酸的阴性的证明 在自愿基础上 优先安排具有医疗需要 老年人 儿童 孕妇等特殊人群及其陪护人员返程 那么感谢 我一定会你儿童类 可以放开